最近南韩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,Cube八面发布了官邦声明,决定辞退西夏艺人渲亚和金小忠,觉得公司与两位之间的信任已经不可能恢复了,因此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 事情的起义是还没报道了渲亚和金小忠恋爱数月的消息,但他俩的所属是Cube公司,很快就出面否认了,本来经纪公司否认,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 万万没想到渲亚和金小忠亲自照媒体承认了这桩恋情,表示不想吸陷粉丝,想堂堂正正站在舞台上,前小公司刚做完公关危机,后脚他俩就来打公司的脸了。 由于文化苏待一波666献给二位,在Cube公司宣布辞退渲亚和金小忠后,公司股价暴跌8%,业内分析人士表示,渲亚作为Cube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,他的离开一定程度,是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。 所以Cube的高层发通告表示,对于辞退仪式还在商讨当中,在不久后Cube却再次发文,确定了渲亚和金小忠的推出,并言辞强调事情没有好转的可能性。 戏剧的一幕来了,在昨天晚上Cube公司的宣信,代表发表终极立场,圣雅金小忠退社并为最终决定,将与下周召开理事会讨论这一问题。 苏达表示,做人还是要做头牌,同样是腾讯席下的MOBA游戏,现在LOL客服会给出详细的现代程序,但如果你要现在王者荣耀,客服就会说,最好不要现代优,我们有哪些做的不好呢? 欢迎赶快优签,王者荣耀是腾讯席儿子时水没跑了,可怜的央子,LOL冷板凳还要做多久呢?